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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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建設也讓紐蘭院長來這邊做掀示 這項工程的啟動 要對我們彰化縣級的立委 當然這項工程有賴我們各位立委 向各位委員表示歉意 但是是不是可以這樣 就是說既然來到延林鎮 我們就請政長代表 由政長來向大家講幾句話就代表 來到彰化縣延林鎮 我感到非常的高興 最主要當然一方面 我是就是總統一直交代主動管理 所謂主動管理就是行政院長應該 如果行政院長如果有到 我想各部會本來都會很努力 我們到他們會更重視更加努力 所以這一條立體化高價化的 在台鐵台灣鐵路管理局 在省政府時代也做過規劃 所以我想在座的民意代表也很關心 但是因為種種的因素 這個談了很久 但是終於沒有成案 那今天交通部正式提出計畫 要來入市執行 我想我們就請在座的各位 我們大家共同來推動 我們希望早日來落成 能夠有努力判斷 明天 陳總統非常關心張畫縣 行政院他